好观众 你现在看到的是一场女子草量级的定级赛 蓝色拳套的是俄罗斯拳手詹琳娜 红色拳套的是中国拳手黄菲尔 黄菲尔有练摔跤和这个跆拳道的背景 身体素质和肌肉的解析度都非常的不错 但是最近是有一段时间没有打比赛的 来看看她现在比赛的状态究竟怎么样 这边直接要摔 好的 直接摔到地面 现在下位的詹琳娜有一个夹背的动作 蓝菲尔还是要想办法先把头给抽出来之后 然后再进行进攻 这边要连续锤机的机会 好 王亨洋 因为刚才没有看清楚对手的晃脑位置 有连续击打的这个情况 所以被裁判扣掉了一分 不过看起来张琳娜这边的体问题啊 没有太大的问题被打撞晃到之后 现在应该是已经恢复了过来 王菲尔低扫 延续的后腿低扫 王菲尔他在出腿的时候 运动有点大 站得比较实 所以 我们来看一下他在战力当中 会不会有所调整 如果实施实施结合的话 才能够更好地打到对手 这个时候已经非常注意到 王菲尔这个后腿的低扫的这个进攻 好的 再一次逼进去还是要摔 保佑之后举起来 但是这手虽然是身体重心压带来他的身上 黄菲尔这边还是率先起到了上位 看下位 扎迪娜怎么来布置自己的防御 这边往下杂鸡 连续的要捶 黄菲尔这边不愿意让对手起身 就是往前顶 想要去砸击 好的 连续的击打这边 往下做地面锤击 张琳娜这边想用腿保护自己 但是已经被对手过了回来 连续的地面打击之后 裁判是叫停了比赛 虽然大部分时间 张琳娜都是用手护着这些脑袋 但是黄菲尔连续的击打 她都没有进行任何的反击和位置的变换 裁判处于保护运动员的考虑 直接叫停了这场比赛 本场比赛进行到第一局 三分四